牛瓜腸这个菜也是一个传统的品种 我们这个牛瓜腸主要用材料就是用猪大腸 最好选用牆头 牛瓜腸主要它的外形 造成好像偶截一截一截 它是用大腸来做的 由于它腸身很松软 可以无限地入料 如果入太多它会超重 所以它必须保持一定的粮 餡料主要用红萝卜 青豆仁 粟米 冬菇粒 肥肉 瘦肉 色彩横切面就更加好看 浸佬用慢火 在浸的过程中要松浸 让它里面的缩余水分和气体排出 它才结实 外面是滷水的味 里面是碱料的味 两种风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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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